清朝太监李莲英有一个价值两亿的翡翠班智 班智本是公亲王的 被李莲英看上了 和慈禧一说 慈禧立马召见公亲王 说自己对翡翠班智很感兴趣 让他摘下来赏玩赏玩 慈禧看完就顺手放到了桌子上 毫无归还之意 班智从此就姓李了 这个翡翠班智如今在北京博物馆陈列